講笑話 先笑一下 笑 笑 我覺得這個反應感受 我都講笑話 有一天有一個聲音高高難聽的 不能入我的 小兵兵 大家好我是小兵兵 我頭部好痛 好 因為身為台北人 因為他的聲音實在在難聽了 再講一天叫什麼名字 大家好我叫小兵兵 太噁心了受不了 那所以呢他想說 我一定要到肯丁去找我的名義 他應該可以自豪不測 不堪果的聲音 我照顧我的男性分測 先生 別說你很厲害 能不能教教我 我自豪不測什麼高度的聲音 你不是聽說 張恩哉你啊 喂 很厲害 那我怎麼自豪不測 聲音 你的小小小 你還在嗎 他還在 他還在 那他這個要知道 怎麼可以 蛤 你騎到你的男性分射 你有沒過嗎 你...你...你... 太過了 蛤 因此 小兵兵 被這個 長得高高怪怪的醫生騙了之後 他很生氣 想說 我今日來到肯丁 怎能不游必有呢 雖然聲音還是那麼的難聽 還沒找到他男性分射 他仍然想要去 散散行 因此 他來到 白沙灣 這邊有一個告示牌 鯊魚 小心 小心鯊魚 鯊魚 我才不管我會游泳 因此 小兵兵 呼呼一切 開始游泳 可是 他殊不知 不聽告示牌的勸告之下 後果居然是 鯊魚 有鯊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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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有鯊魚 意思就是 他的雞雞就被切掉了 因此呢 這個故事 劉長安千百年變成了 有鯊魚的肯丁 答案是什麼 幫我換一下一首 有鯊魚的肯丁